为帮助亚洲保险业创新并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国将设立全球亚洲保险合作伙伴组织 促进数码化协助制定政策以及栽培人才 这个平台由各地保险业者、监管机构和学者联合建立 新平台将作为孵化实验室 协助保险业者为区域开发创新方案 平台也会给区域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支援 扮演智库的角色 以及重点培养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 副总理王瑞杰在新加坡国际再保险会议上 为这个新平台主持推荐仪式 全球亚洲保险合作伙伴组织包括业界伙伴如友邦保险和保险集团 还有至少10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以及主要学术伙伴南洋理工大学 他们将在明年1月开始系列工作 率先处理冠病大流行和气候变化两大风险